hello大家好 有粉丝私信我说 说他想看一下那些 价钱稍微低一点的轿跑车型 那么好 今天我朋友也正巧 收这么一辆大众的上库 那么好 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车到底怎么样 大家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 就是车主一二年的时候购买的大众的上库 它不是那个单无轮增压的发动机 它是个双无轮增压1.4T 也就是当年的一二款中的最高配了 当年的新车制造价 这车是271800 赛斯电一共给车主只优惠了2000块钱 比如说这车 全白海的夜景是一辆接近30万的一个 非常好的大众教普车型了 包括当时我也问了车主了 你花30万买一个大众上库 是为什么呢 他说第一大众上库 它是一个进口的车型 它和国产的确实在质量上是有一些差别的 第二呢 车主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他说呢 也想买一个这种小点的车 小众的车型 外观呢 还要好看 跑起来的速度也要快一些啊 他就选择了大众的上库 确实啊 它的外观的确是小众 也是非常的好看 与它旁边的啊 雷克萨斯的CT200H和它比起来呢 也是可以说啊 一点都不逊色这辆上库 再就是啊 这车它的尺寸也比较的小 女士用车呢 一般来说哈啊 也非常喜欢这种小点的车型 因为它不管是进一个小区 或是下个地库都比较的容易 上库这车 车长 接近4米3 车宽呢 则为1米8 稍多一点 尺寸来说啊 确实比较的小巧 但它动力却一点都不弱 1.4T双无论增压的发动机 0百加速呢 也仅仅不到8秒 我们再来看看这辆上库 它的内饰 内饰呢 可以说是啊 用的这种双拼的颜色 座椅坐上去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它不像日常那些小钢破 坐进去就会坐板凳似的 这车不是 坐进去确实比较的舒服 储备箱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能放进去两个行李箱 我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种轿破车型呢 第一啊 它的功率数都不会多 因为这种车呢 大部分来说啊都是为了啊 玩的并不是上海边来代步 很多车型呢 一年又跑过四五千公里 全车目前八年的车停 功率数呢 也接近只跑了六万公里 有相当于一年才跑过七八千公里而已 从视频当中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 七色也是非常的好的 没有任何的色差 那大家猜猜这辆一二年的大众上库 现在还能买多少钱吧 总体来说呢 这辆一二年的上库啊 车祸还是非常的好的 就以这辆车为例哈 现在在二桌市场上 还能卖在十万块钱左右 这么一个价格上 那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 那么下期再见吧